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许一会儿就会有人来找 要不还是拿回家 好险 得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打工告成 什么东西 哪来的鸭子 变成小鸭子了 大头 下来吃早饭了 马上就来 家里多了一个新成员 可是怎么跟围屈妈妈和小偷爸爸说呢 围屈妈妈 我觉得阿花好孤独 我们再养一个宠物怎么样 我没意见阿花是太孤独了 又要给他洗澡 又要打扫卫生的 总之不准再养了 看来行不通 怎么办呢 怎么就没有人来找呢 大头 你在干嘛 好可爱的小鸭子 海棠 你来得正好 我有事想跟大家商量 行 我去找他们 一会广场上见 你说这是阿花付出来的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状态家庆里是很常见的 好养花 它吃的好香 你们帮我想想怎么办 委屈妈妈不允许我再养一只宠物了 这简单 我来养 我能养好它 我来养 我来 别争了 公平起见 没人养三天 那我先 我先说的 那剪刀石头布吧 剪刀石头布 我第一个 我第二个 我第三个 我最后一个 这可是我第一次养宠物 庄庄 你要好好照顾我 交给我 你就放一把二十个鲜 大头 小牙子我不能继续养了 为什么 我妈妈对它的毛过敏 所以没办法 我不能继续养了 那到我了 海棠 你一定要看好了牛牛 可别让它欺负小鸭子 肯定不会的 牛牛 你这是怎么了 好像是遇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 不会吧 牛牛 牛牛居然怕小鸭子 太有气了 大头 看来小鸭子我也养不了了 那是不是害我了 下一个就到我了 我了 唐元 是不是你妈妈也不让你养宠物 不是 是我不想养了 为什么 小鸭子太调皮了 这是他最爱吃的零食 对不起了 大头 没关系 还有毛茸茸呢 毛茸茸 小鸭子还好吧 不让你看 大头 大头 我也不能养它了 毛 Hus不让养 这不划算 养一只划不来划不来 浪费量事 要养就养一群 那样才有得赚 那怎么办 我在怕小动物了 看来只能留在我这里了 不过你们一定要替我保密 不能让围裙妈妈知道了 大头儿子 你在干什么 你在干什么呢 我在找阿花 阿花不是在你身后吗 原来你在这儿 过来 你在跟谁说话 大头儿子 这花是不是你弄的 气死我了 我知道你想玩 但是不能在这里乱跑 算了 还是带你出去玩 走 快吐吐来 快吐吐来 我们还是回家吧 快吐吐 快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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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疼死了 哪里来的大鹅 快吐 我可没有招惹你 救命 救命 大头儿子 别碎我了 小龙爸爸 我的小鸭子不见了 我要出去找 什么小鸭子 这要问大头儿子了 我捡了一只蛋 阿花孵出来一只小鸭子 天呐 你在家里养了一只鸭子 我居然不知道 来不及了 我要出去 小鸭子有危险 小鸭子 小鸭子不会有危险的 你看看 这是怎么回事 确切的来说 这不是小鸭子 这是一只小天鹅 它居然是一只小天鹅 太不可思议了 我得告诉我的伙伴们去 我想起来了 我的花就是这个小家伙弄的吧 你们看 小鸭子 不 小天鹅回来了 它是在跟我们道别 不知道它长大了 还会不会记得我们 再见了 小天鹅 小天鹅 再见了 再见了 再见了